大約五年前 當時我人在台中 本來跟朋友約好要一起分租套房 但朋友因為家裡有事就先搬離了 加上當時的薪水不足以支付房租 所以只能跟房東商量好 再一個月就搬家 替我找房子的是另一位朋友 因為當時做晚班 白天要睡覺也沒有太多的時間可以去看房子 也不知道那個房子會不會有太多的問題 直到後來他跟我說 我找到一間租金很便宜的房子 要不要去看看 我當時就二話不說 答應了跟房東約好看房子 那是一間蠻舊的大樓 我們要租的地方是在八樓 一走進去是昏暗的大廳 兩台舊舊的電梯正對著馬路 電梯的左右側逃生梯 即使是在白天 也顯得有點暗的詭異 搭電梯上去後跟房東碰面 大概了解了一下就決定要租房子了 朋友也跟我說 因為某些原因 他要暫時跟我住在一起一陣子 我也沒多想就答應他了 他跟我說 那他就先住進來 等我下班後呢 再幫我搬東西 把要處理的事情交代後 我就先回去睡覺了 要搬東西的那天 因為他有事 我只好先把能用摩托車載的東西 先整理好 大概整理好 我就放到摩托車上面準備載過去 抵達了之後 我搭著電梯 往上到八樓 就往我租的房間走過去的時候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明明是白天 但還是有一種詭異的感覺 當時我只想說 啊 應該是我想太多了吧 趕快把東西搬完 應該就好了 當時呢 我只想趕快把東西搬完 來回兩三趟之後 剩下的東西都是大新的物品 跟朋友講好之後再搬 我就大概整理一下房間 把門關上了 結果我忘了東西在裡面 手上的鑰匙 卻沒有房間鑰匙 跟電梯的瓷扣 打電話給他 他只跟我說 哎呀 沒關係啦 你走逃生梯啦 明天再跟你一起來就好了 電話就被掛斷了 想想也沒辦法 就想說好吧 就走逃生梯吧 兩座電梯的左右邊 就是逃生梯嘛 奇怪的是 晚上一點多 逃生梯却沒有逃生的燈 都是很暗的 從扶手縫隙往下看 沒有一樓是亮的 我只好用手機打開手電筒 照著樓梯往下走 整個大樓非常安靜 樓梯間也安靜得很詭異 就在我走到某一層樓的時候 我突然背跡發亮 整個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照了一下層樓 發現這是四樓 旁邊應該是走道的地方 卻是鐵門鎖著的 三樓 三樓 二樓也是 直到一樓 我才沒有那麼大的壓迫感 但我沒想到 這才是剛剛開始 我當時養了一貓一狗 租進去之後呢 我的貓只啃在被窝裡面睡覺 狗狗就睡在我那一側的走道 大概兩個月後 我朋友才跟我說 他常常做噩夢 夢裡面呢 是一個女孩 對著他招手 他看不清楚女孩的臉 夢到這邊 通常他就一身冷汗的驚醒了 我就跟他說 啊這只是做噩夢而已吧 就當我沒良心安慰完後 就換我出問題了 大約住進去的三個月 不知道為什麼 睡覺的時候總是睡不飽 睡了十幾個小時 還是覺得很累 上班時 客人還跟我開玩笑說 啊你吸毒哦 我都笑笑說哪有 就怎麼睡都很累啊 後來有一個比較敏感的客人 就跟我說 欸我覺得 你住的房子好像不太好 你還是趕快搬走比較好吧 當時我沒錢 所以也不把那個客人的花 當這一回事 就想說 沒差啦 房租那麼便宜 就先這樣住著吧 有一次呢 我要跟朋友一起出去 套房的鑰匙跟磁扣是一組的 我的摩托車鑰匙 跟其他鑰匙是一組的 只要朋友沒跟我借車 這兩副鑰匙一定是扣在一起的 那天 我們要出去 他一手就抓了一把鑰匙 就開門準備出去了 後來我們在等電梯的時候才發現 我們只有拿了摩托車的鑰匙出門 磁扣沒有一起拿出來 所以後來我們只好大半夜的就找鎖匙 然後請他開門 結果我們就發現 磁扣就放在那個琉璃台上面 而我們要出門前呢 整串鑰匙是放在電腦戳上面的 兩個人都沒有靠近琉璃台 那為什麼那個磁扣會被放在那裡呢 過沒幾天 他跟我說 我有去一間公廟問神明 神明讓我們趕快搬家 我想說 畢竟租屋的人是我 還是我自己親自去問問看 為什麼要搬家好了 那天我們就去公廟的時候 是一位師姐幫我們處理 師姐沒有說什麼 只是大概問了一下就跟我說 啊你那個房間裡面有個女鬼 他認為你們霸占了他的房子 所以才會讓你朋友做噩夢 讓你越睡越累 影響得更嚴重 再不搬走 就一定會出事 離開公廟後 我也問朋友說 你有没有跟師姐說我們住哪 我朋友就說 沒有 當他進到廟裡面坐下來的時候 師姐就準確的說 他住的地方 附近哪裡有什麼 因為我老家本身是 有神壇的 家裡也有雞同的親戚 聽完師姐的話後 我們兩個就馬上找了新房子 然後師姐也吩咐我們說 不要在房子裡面談論 我們要搬去哪裡 這樣他才不會跟著我們 但是呢 在我們搬離前 又發生了一些怪事 有一次下雨天 朋友要來接我 他說他打開房門 就看到一個黑影 窜了出去 他以為是我的貓跑出去 就馬上追到逃生梯 當他在找貓的時候呢 突然有一個女生的聲音 在他耳邊 呵呵 兩聲 他嚇到馬上跑回房間 拿我的雨衣 這時候他就看到我的貓 從棉被裡面 鑽了出來 一臉就像是剛睡醒一樣 他馬上拿了東西 頭也不回 就去搭電梯來接我了 不久後 我們這棟大樓 又出事了 管理員大哥說 白天有一位住戶 搭電梯的時候呢 在四樓時 電梯突然下墜到二樓 二樓下墜到一樓 這棟大樓本身 還有一個地下室 如果電梯沒有停住 直接從四樓下墜到地下室 後果不堪策想 所以我們也決定 真的要搬家了 等到搬家的前幾天 突然在半夜兩點多 有消防警報響了起來 不知道是哪一層樓的在響 我朋友就說 要不要下樓看看 等他上來 才面有難色的跟我說 消防警報好像是在二樓 警衛大哥呢 再想辦法關掉他 但因為這位警衛大哥是新來的 所以我朋友只好 就打給舊的警衛大哥 問他怎麼關 可是舊的警衛大哥說 二樓 二樓怎麼可能會有電 二樓到四樓都是斷水斷電的啊 消防警報的插頭都已經拔掉了 怎麼可能會想 但如果真的想的話 你們可能要去地下室看看 才會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我建議你們地下室不要去 因為底下的磁場很亂 走進去可能會出不來 轉達給樓下的警衛大哥後 他也是怕得不敢下去 但後來警報聲就莫名其妙地自己停了 就在我們搬家後 我們還特別找了舊的警衛大哥聊天 警衛大哥說 那棟大樓原本是酒店跟按摩店 而且是坐黑的那一種 他們的使用範圍呢 就是從四樓到地下室 也就是鐵捲門拉下來的那一邊 那天警衛在電話中 購門說不要下去是因為 樓下呢 廢棄的東西都還沒搬走 在沒有照明的情況下 一定會迷路 警衛還說 當初樓上呢 有幾位住戶本身是小姐 專門在房間裡面揭客 但後來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有一位小姐她就跳樓了 死亡的地點 就在大廳正前方的馬路上 但警衛不清楚 到底是哪一層樓的 哪一個房間的小姐 不過在我們搬進來之前 其中一間房間 也就是我們現在住的房間 一直都空著沒人住 直到後來我們進來住了半年 想一想我們還真的很強 聊著聊著 警衛大哥就說 其實最凶的並不是我們那一間 是在七樓的某一間房間 那個房間呢 怎麼租都租不出去 之前有位經紀人 和他女朋友住在裡面 當時他們吵架 女生呢就回自己家去住 剩下經紀人自己住 在那個房間裡 有一次他在跟朋友 有視訊聊天的時候 他朋友就問他說 欸?你女朋友在喔? 經紀人就說 蛤?沒有啊 後來他朋友就發現了不對勁 就跟那位經紀人說 呃...不然你先下樓一下好了 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講 那原因的話呢 就等到下樓之後 我再跟你說 下樓後 他的朋友才告訴那個經紀人說 他房間裡面 有另外一個女生 就在他房間後面走動 讓他趕快搬家 後來呢 那個經紀人不信邪繼續住 結果 他就在睡覺的時候 突然就看到那個女生 站在他的床邊 嚇得他 馬上就搬走了 最後一個租客是一個小姐 進來後 他也被嚇到換房 從那次之後呢 那個房間 就再也住不出去了 聽完這些故事 當下我真的很庆幸 我已經搬離了那一棟大樓 後來想想 其實我住在台中的那一年 運勢非常的低 自摔 訴訟案 沒有一件事情是順利的 直到我搬離的那棟房子 一切才恢復正常 這就是我今天的故事 在家風中 我都在想想想 我也是 我看著我 我真的 在家風中 這就是我